之前南卡羅蘭納州州長 曾絞逐共和黨總統提名的海利 近期與總統賴清德會面 24號記者會上被記者問到 對賴總統的印象時 讚譽有加 海利讚賞賴總統面對中國威脅 不退縮 曾在川普任內 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他 更同比中國惡意曲解 聯合國2758號決議 海利呼籲美國與台灣一同 要求聯合國召開聽證會 並反對台灣需要付保護費 反而期盼華府能夠加強 台美軍事演練與軍售數量 針對雙邊經濟 更鼓勵美國未來的新政府 能夠和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華府證實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27至29號將首度訪中 會見中國外長王毅 預料蘇利文將針對中國對台灣 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上的施壓表達關切 美國派出高官流行台海局勢 海利這回訪台同樣劍指中國 也為台美關係注入全新動力 台北新聞新聞新聞報導 到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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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